要不说你们五个是心真大呀 前天晚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半夜两点半我玩了一次摇摇车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不是这个 我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就醒了 其实之前很多次晚上地震我都醒了 我一般每次都第二天看新闻才知道 以前那种可能我直接就睡了 但是那天晃第一下子 我瞬间冷汗就下来了 明显这个幅度和以前不一样 第一秒我脑子里反应的就是 拿最大猫包装四只猫 两个小猫们塞口袋里抱着木冬 扛着猫妈跑 第二秒想起来我家十几楼 不是很有必要折腾 但我还是赶紧叫猫妈妈 我跟你们说 我第一次如此的感受到 什么叫睡得和死猪一样 我哥那儿 拍了八下 喊了三声才叫醒 就这 没事还老跟我说 睡眠质量不好 再给你们看看地震的时候 这四位大爷在干嘛 芒果摇摇尾巴 辣面晃了晃脑袋 流浪蛋 嘿就睁了个眼 毛豆抬了个头 然后继续睡 就这样子 感谢观看